像小籠包啊 燒賣啊 大包 這種都屬於蒸籠類的 那我只會選擇小籠包來去點 原因是因為他們都是屬於澱粉類 那小籠包的皮比較薄 碳水化物的量會比較少 因為我們來鼎泰豐 你不可能說只有吃小籠包 或者是其他有澱粉的食物 我好清心寡慾的感覺 我忽然覺得 我往頭脫的道路好更近 好像我阿嬤在吃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今天就要來開箱鼎泰豐 因為我們知道在外食中啊 有非常多高熱量的食物 但如果我們要減少 一定要達到熱量刺激 大家在想到 熱量刺激 到底該怎麼做 這鼎泰豐能吃嗎 其實阿也不是不能吃 但也可能要選對食材的種類 以及阿還有一些小撇步 鼎泰豐之前阿 是賣食用的 他1972年開始轉型 還開始做小籠包 他的相關的食物 而且他小籠包 他的特色就是 皮薄多汁 並且餡料好濕 他裡面那個什麼 18折有沒有 看起來就特別厲害 他們都是固定的這個折數 而且我在過往吃鼎泰豐的經驗 我跟你講 就是一定要吃他們那個炒飯 哇 最好再點那個油膏 還是那個赤肉松膏 但其實減少不能夠都這麼點 那如果想要知道該怎麼吃 等一下來看我們就知道了 好 Let's go 他們都是外國人 第一次來台灣吃 今天來頂泰豐 第一個前菜 一定要必點的 就是他們的小菜 裡面呢有像那種海帶絲 豆芽啦 豆干啊 還有像這個冬粉 而且啊 他的每一個食材 他都切得非常的細碎的 所以他這樣呢 可以去調味 然後完全入味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會特別好吃 這是他的特色 來這邊必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凌亂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把每一份的食材 都把熱量 用食物肉大量的方式 去把它全部都估算完畢了 所以會有一個粗略的熱量 然後我們都會把它整理 在每一道介紹菜的過程中 我們都會把它給秀出來 那並且等一下我會告訴各位 來頂泰豐 每一個菜別 我們到底都該點什麼 是比較適合的 這個酸鹹的比例啊 大概落在3比7左右 所以他的酸是微微的帶出來 然後每一個地方 你感覺好像用香油去滑過一樣 所以每一道食材上面 都會有那種香油的香氣 這個推到8分 這個剪刀 不是很推薦 蠻油的 不是很推薦 如果你來頂泰豐呢 想要剪脂的話 前菜的部分呢 我推薦是這兩樣 就是他們的醉雞 跟這個涼拌雲乳 然後雲乳呢 為什麼是選雲乳 不是其他的 可以看一下 他的體積比較大 不是像一些其他菜 切得比較細碎 當你的食物的體積越小 他接受的面積會越廣 以及越大 代表接觸於油的熱量 也會比較多 所以他整體的熱量 也不會太高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他很適合當前菜的原因 這個酸顯得比例 這個酸應該有到7分 有很開胃嗎 超開胃 那這樣子不會等下吃很多 會啊 前菜吃太多 這個有可能 這個是有可能 但是 如果你按照我們這個點法點下去 嗯 相信你就算 吃得再飽 也不會太誇張 所以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我只會給他7分 太酸了 太酸了 我不喜歡那麼酸 再來是他們的醉雞 這個醉雞啊 大家可以知道一個概念是 雞肉啊 避開那些高脂肪的區域 其他的 都是低脂肪肉類 或者中脂肪肉類 所以代表都不會柴的 像是雞屁股 或者是雞翅 還有特別去吃雞皮 這種地方就是油脂比較高的 這個 脂肪的差異性特別就是 低中高 350 這就是他的脂肪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越高脂肪的 他的油脂是越多的 只要特別避開 這個是紹興醉 其實他這個紹興酒味道好香 我好喜歡 他整個酒是浸泡在那個雞肉裡面 是整個吸附在裡面的 我覺得他很讚 這個我會給他9分 欸那 酒的熱量要算嗎 像酒的熱量比較難算是因為 酒精的一克是七大行 然後一般我們所知道外面的超商 去買一瓶酒 有沒有 那他的可能330ml 你就乘7嗎 不是 你要看這330ml 他的酒精的%數 比如說啤酒都5% 所以330要乘以0.05 剩下的那個酒精的克數 再乘以7 才知道的熱量 所以紹興酒就要看 他這麼多的這個湯汁 大概可能是50cc 那紹興酒假設他今天是40% 50cc乘以0.4 再乘以7大行 再去看說這個雞肉的入味程度 他吸收了多少那個酒 你才能抓得出來 就這個我很難抓 但我都會直接觸摸他 多50到100大行 來來來 最經典的小籠包 為什麼他們家的小籠包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他們整個正主的時間 他會掌控他的時間 跟溫度 每一個東西呢 他都會嚴格去拔好 重點是你看他不會破 而且不會漏湯 裡面是可以 感覺出來 他是有湯汁在裡面的 像小籠包啊 燒賣啊 大包 這種都屬於蒸籠類的 那我只會選擇 小籠包來去點 原因是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澱粉類 那小籠包的皮比較薄 碳水化物的量呢 會比較少 因為我們來鼎太峰 你不可能說 只有吃小籠包 或者是其他有澱粉的食物 我們一定會 欸這個我也要 那個我也要 然後就點了一堆 那我們扣檔還是要留一下 夾上層 放下來 咬一口 沾一下 那小籠包吃起來 肉是Q彈好吃的 皮呢 跟肉 不會感覺到 是分開的感覺 它是合在一起 味道是合在一起的 薑絲是把味道再點出來 可以提醒用的 嗯 我喜歡 Nice 接下來是 蒸籠類 兼紙最適合的 就是這個 雞肉小籠包 有沒有看到這隻雞 代表的是雞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裡面的內餡的話呢 只是它的肉類不同 而這個雞絞肉啊 相對於豬絞肉 在這樣脂肪比較低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 推薦的 雞肉小籠包 然後再來是 如果啊 你的菜間點的不多 你可以選擇 絲瓜蝦仁小籠包 也是可以的喔 尤其像是這種 絞類的啊 大家有個概念 裡面啊 有包菜的 會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 你當年有包菜 它的體積是一定的嘛 你不能夠放太多東西 所以在一定的限制下 你要放的菜 它肉可能只剩下一點點 而那個肉啊 就算再有 你也不用太擔心 所以你不用太焦慮了 欸 那如果我是想要點燒賣 我不想要點小籠包的話 燒賣我堅持可以點那些冰箱 像燒賣來講 你可以吃那種 蝦肉 鮮魚跟蝦仁 這三種口味都是蠻推薦的 你們可以去點的 像是大包類的話 我會推薦那個 菜肉大包 因為裡面有菜 又有蛋白質 所以我會選擇它 那這個的好吃程度 我覺得也是八顆心 再來是湯品 錦泰豐卡他們最有名就是酸辣湯 但我個人真的很討厭喝酸辣湯 我覺得我不喜歡那種又酸又鹹的感覺 怪怪的 它是用多種辛香料跟醋 然後去把它調製而成 那鹼子為什麼不適合 其實是因為裡面有勾芡 那裡面又有油 再加上的辣含量也比較高 所以我們才會不建議說 湯品的部分 你又點了一個酸辣湯 所以對於我們在吃東西上 湯品 竟然都選擇那種清湯類 淡花湯 或者什麼多餘的油脂的熱量 這是比較適合的 嗯 它的酸辣湯讓我覺得 喜歡的地方是 不是那種超級酸 它是有酸酸的味道會帶出來 然後 再吃那種整碗的那種蔬菜湯的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是清香的 你會感受到是 在吃一碗蔬菜湯有個酸的點味 而不是吃一個很酸的湯裡面 有很多的菜 那是不同的感覺 解釋子啊 我推薦就是這個 圓中雞湯 而部位啊 我有特別跟大家講 欸 那個 我想要選擇雞腿的部位 因為它的雞腿跟雞翅 可以去做選擇 那一定不要選擇雞翅 雞翅啊 它是油脂涼量非常之高 基本上 整個部位吃起來 它都是油 跟皮 所以我不推薦吃雞翅 那圓中牛肉湯也可以嗎 那圓中牛肉湯的話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做功課 看看圖片的樣子的時候 看起來它是用冰尺 像那種牛腱心的那種肉 然後當成牛肉湯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它可能就是蠻適合的 但其實現在還是要看現場 它出來的樣子 還有它的油的程度 我只能夠評判它說 它適不適合是推薦的選項 這個感覺就是 全部用圓塊的雞肉 去把它給熬出來的湯頭 然後帶一點薑 把它提香 它是軟爛的 但它沒有到入口西方 這跟我吃過厲害的雞湯比照起來 我會覺得它沒有那麼的出色 我只會夾它大概七顆星而已 接下來是蔬菜類的我會推薦高麗菜 但其實啊你認真去看 你不管是任何的外食 它蔬菜類 熱量一定啊 概念都一樣 蔬菜它本身啊 沒什麼的熱量 它的碳水呢很低 所以算起來是微乎其微 所以我們不會去算蔬菜的熱量 但是大部分它會比較的問題就是 它的油脂來量比較高 就是炒蔬菜的鹽 很多店家又炒得很多 我還會再去看說 我今天這盤蔬菜 如果我其他的菜色中 蛋白成量真的很少 通過是澱粉 這個時候我就會選擇 菠菜輔助 就是又有蛋白質又有蔬菜 我才會這樣去選 這高麗菜的炒法 是用水煮炒法 用水炒的方式 就是用油去爆香完蒜頭 然後高麗菜放下去之後 倒水 然後燜熟之後 然後再大火收汁 所以它的湯汁才會那麼的少 就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它吃起來會比較清爽 然後負擔比較小 嗯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很痛 要落在7顆心 好 接下來呢是它的這個主食 然後它們有乾麵 湯拌麵 還有炒飯 還有餛飩類的 它其實都算是這種主食類的 然後來到這個鼎泰豐 最經典就是選這個 排骨蛋炒飯 但是先講一下 這個煎食不太推薦 因為是因為這個排骨蛋炒飯 它的整體熱量已經有1200大海 非常之高 一般外面的炒飯 最害怕的就是 它翻起來底下 一層厚厚的油 因為它們為了炒飯要好吃 它們一定會用超多的油 去爆炒 可是第二棒炒飯你看喔 它翻起來 它都沒有油脂 但不代表它就沒有油 這是它的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這 它的油都是一直在這 這個飯粒裡面 粒粒分 你看它都油亮油亮很漂亮 吃一下它的味道 好 說實話 這排骨我不喜歡 因為我有吃過好吃的排骨 你知道好吃的排骨 是想吃怎麼樣的感覺 大家不知道 是不是只有南部才有 就是那個正宗排骨飯 從小吃到這樣 它們家排骨說是最好吃的 你很像不是生活在台灣 它全台灣都有好不好 但是怎麼樣好好吃喔 我覺得一個厲害的炒飯 就像它這樣炒起來的感覺 你會有蛋的香氣跟蔥的香氣 拌在這個飯的裡面 同時那個飯粒吃起來 是膩膩分的 吃起來是很有嚼勁感 這種炒飯最好吃的 這個整體吃起來是9分 那如果不要這排骨 就是滿分的 那排骨厚分了 鹼子啊 當然不適合吃炒飯 這個怎麼能吃呢 我們要吃這個 最清淡的蝦仁麵 好像我阿嬤在吃 看一下來 楊春麵好了一大把 然後蝦子很多 然後再撒點菠菜在上面 我好清心寡慾的感覺 我忽然覺得 我往佛祖的道路更近 清淡但吃得出鮮甜的味道 完全感覺沒有負擔 我吃了這餐我感覺我好瘦 今天是非常推薦各位 那記得澱粉也要分食給其他人 因為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還是比較高的 因為我們寄冰一整天的碳水 男生的話建議可以吃到12份到12份左右 女生大概是8份到12份 可是光是這碗麵 單單就這一碗麵 它就可能佔了大概7份左右的一個碳水化合物 更不用說你的其他餐 還有其他你想吃的東西 所以分給其他人吧 我們還有吃好多更好吃的 下一個甜點 好啦沒得看了 真的沒有甜點可以吃啊 我在想有甜點 不可能啊 因為全部都是糖 跟碳水化合物的組成 還有再多一些油脂 所以他真的不太建議去吃到 然後再加上 我們整天這樣吃下來這一餐 即便還是跟人家分食的 你的澱粉會吃得很多 也會吃了很多蛋白質 油脂一定會吃了不少 所以真的已經吃了這麼開心的情況下 不要再吃甜點 真的很想吃甜點 你得犧牲很多剛剛的 有吃到碳水的部分 你都把它移除 這樣才能吃 就基本上你可以思考成 澱粉 我只要兩盤 只能吃到兩個 的澱粉 喔 兩個類別 你只要想只能兩個類別 你就這樣思考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估跟怎麼算 但有兩個類別 隨便你只要都吃一些些 就爆了 好 來幫大家做個簡單的總結 如果來挺泰豐來吃 大家有個概念就是 他一定要跟朋友去 share跟分享 所以最好是大家一起吃個這個 給個半份半份啊 或者是兩三個人吃一個這個東西啊 這樣的方式才最適合的 然後再來是小菜的話呢 我會建議各位大家可以吃涼拌的銀耳 還有像是那個醉雞 這兩個選項都適合 因為它都是屬於脂肪含量比較低 同時呢可能具有蛋白質 或者是有蔬菜纖維的 這兩個人很適合 而且它的銀耳體積也比較大 相對講吸收的油也會比較少 然後像是蒸籠類的話呢 想要是小籠包細細的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它跟其他的像是燒賣啊 包子啊香檳 它碳水化物含量是比較低的 然後再加上它裡面的肉類 你可以選擇像是雞肉啊 絲瓜蝦仁啊 這些都是屬於低脂肪蛋白質的 這樣的小籠包都完全沒有問題 在湯品類的話我推薦啊 可以選擇有富含蛋白質的食物 像是圓中雞肉湯或者圓中牛肉湯 它都是屬於低脂肪到中脂肪 之間的一個蛋白質的一個湯品 盤菜類的話呢 基本上只要是蔬菜都可以 盡量選擇體積越大越好 所以就代表它切起來 不會是越細小的 這種蔬菜類是最適合的 因為蔬菜其實最大的問題是要去 注意它的料理用油的問題 所以吃那種越清淡的 是越好的選擇 然後再去評估你整體來講 蛋白質是多還是少 如果是少的話 可以選擇一個葷加素的一個組合 拿去像那種豆腐炒那種蔬菜類的 這個就很適合了 一律來外食來吃主食偏 一定要切記一個中毒 油脂含量越低越好 因為本身我們今天害怕 碳水化物的色血 不要再把油脂含量給它拉高了 因為只要你再一拉高 哇 你很多選項根本是做不了任何事情的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選擇 碳水高的還可以接受 你要控制好整片的份量 那油脂含量越低越好 蛋白質越高越好 所以盡量選擇的肉類 都是低脂肪的肉類 雞肉 海鮮這一類 都是非常適合的選項 最後一個 粽子跟甜點偏 不好意思 都不太適合 因為你已經吃很多的這種外食的選項了 有跟朋友分食 這個吃一點那個吃一點 吃得好開心笑哈哈的 真的不適合再吃甜點 因為負擔真的很大 我們偶爾來吃這個鼎太豐 你們今天看了這影片 你學了這個觀念 並不是說我來頂太豐 以後都只能這樣吃 哇我好辛苦 我好痛苦 不是 它是你在減脂的道路上是非常漫長 而我教給你這個方法是 讓你知道說 如果萬一來頂太豐 我又正在減脂 我可以怎麼做比較適合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太複雜 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以看看我們下方的課程 至少裡面你可以完整 減脂金卡的觀念 你也可以了解 怎麼樣把減脂 結合在生活裡的一些概念跟技巧 看完這個課程 你還可以跟我們一對一的顧問 然後去聊一下你的減脂的初衷跟動機 這些全程都是免費的 只要你有去報名下方的課程 去觀看完影片 以及跟我們顧問聊完 你都可以獲得我們這個轉盤 它是我們的減脂專利轉盤 轉一轉 只要你知道你的身高 就可以算出你的減脂的熱量 你的三大飲能量 該吃多少 你的營養師在吃的食物分數 有哪些 全部都免費 大家趕快去看看吧 如果你還想看我去吃哪些的外食的餐廳 你很有興趣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我們啊 都會去吃吃看看